重視安全 接下來我們來看Tim嫂介紹 嫂子我有問題 為什麼我們要有保險箱 其實保險箱可以活靈活現運用在很多地方 除了家裡我們像公司也可以放 為什麼呢 例如說我們來來去去人很多 像我們客人來開會的人也很多 或是有朋友到家裡來人很多的時候 你一些貴金屬自己重要的 比如說錢財私人財物 放在裡面是相對安全的 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家裡有一些幫助阿姨啊 或打掃的阿姨啊 你在家裡 其實為了要彼此都能夠有一個信任 跟彼此保障 家裡放一個保險箱 你把自己的私人財物放在裡面 是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像在疫情之下來來去去其實不方便 家裡放一個你可以很方便的拿取 然後去任何場合 你不再需要跑很遠的地方 去保險箱特別把你的座保拿出來 其實這個我覺得相對是比較安全 也減少人群的接觸 那公司的保險箱在哪裡 公司的保險箱就在這兒 他已經完美的融入了我的家具當中 他已經扣在台灣服務超過40年囉 種類超級多 我自己家裡就是使用指紋解鎖的那種保險箱 售後服務上面也絕對沒有問題 你也可以去門市體驗 就不會遇到像是那種求助無門啊 或是售後之後沒有人可以詢問的狀況 你看喔而且他裡面還有分層 就是例如說你看他有一個小抽屜 裡面可以放自己的珠寶啊文件類的東西 最重要的是我覺得他很棒的一個地方是 他的電池就在旁邊 所以你人出去的時候呢 你把這電池抽掉之後 人家再怎麼按他都無法打開 像這一個啊 他已經完全融入我們的家具裡面 你看他是不是很像一個藝術品 因為你走進人家家裡面 你不會覺得他就是一個保險箱 他很像畫布一樣 他可以自己換你想要的那個封面在上面 哎呀那可以換成ODI的嗎 可以啊可以啊 所以就是你會覺得他好像就是一個藝術品牌 所以可以當成什麼小編機 或者是當成你的床頭櫃 別人不太會發現 他本身的重量呢大概有65到70公斤 很重一般人也移不動你的這個東西 加上他還有另外一個特別是他防火 所以也相對安全 防火的定義是什麼 防火就是說他就通過紙類的防火 就是你燒起來的話 裡面的溫度其實是 都不會影響到裡面的東西 如果你在那邊按密碼 邊邊有人看的話 你很尷尬 你也不能叫人家迴避對不對 對啊 我告訴你他就是酷在這個地方 他是一個虛化的密碼設計 不懂什麼叫虛化 例如說我今天設的密碼 是比如說12345 但是你很怕你按12345會被人家發現嘛對不對 你只要隨隨便便按幾個 真正的數字密碼有在裡面就可以了 他只要你正確的密碼有含在裡面 其實別人並不知道你真正的密碼是什麼 所以啊 買保險箱找保險箱去發譯就對啦 可以先消防一下 李裝妮子 你不能進去